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 节目主持人廖小军出场 看到好多好多熟悉的朋友 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是没有看过的 真的非常开心进行我们的第二场的Live Show 今天的来宾非常非常特别 我很好奇为什么他小学会读了七年 然后他的初衷会读了四年 可是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他的一座山 在每一个阶段当中面临不同的挑战 就像是小军姐首度制作的赤心巅峰 12月15号在上个礼拜五已经在全台湾的电影上映了 而这部电影非常特别 它是两位跑者 谷明正老师还有周青 他们首度以最快的速度 以最多的山头 还有最长的距离攀越的中央山脉 而从来也没有任何的导演或摄影者 全程去记录整个中央山脉的面貌 也第一次我们已透过的镜头 轻抚中央山脉的脸庞 它很值得所有的观人朋友在场的 一起走一趟电影院 观赏赤心巅峰 而我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 至于今天这位来宾 他心中的一座山 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头 他不断的自我挑战 也许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去 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拥有共同的未来 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姚立明老师 刚刚提出很好奇 小学读了七年对不对 对 留级嘛 没毕业 在台北还蛮有名的复兴小学 复兴小学 搞不过在场还有很多人 他不给我毕业 因为我们那个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因为我小时候不太会念书 我初中搞了五年 那也没毕业 所以我到18岁拿了兵单 拿了兵单 我准备要当兵 可是我没学历 可是我哥哥念了建宗 他就劝我 说你要不要还是去补个席 因为还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试试看读一个学校 因为他举我父亲做例子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 就是我父亲从中国带来的 一起的 那个叫老张 他说你要像老张一样 还像爸爸一样 那我当时说 我希望将来跟爸爸一样了 那你还是去读一点书 我就去补习 补了四个多月 五个月不到 那个补习班叫学儿补习班 我那个年代很有名 那个大同中学的两个老 几个老师 外号牛头马面 你还记得吧 有有有 有那么一个补习班 非常有名的补习班 我就读了五个月 结果我忽然我不晓得为什么 有点点开窍了 英文还是很烂了 就考了个个位数 可是我数学 大家平均只有三四十四五十分 我考了个一百分 我没错 后来我进了师大夫中 我慢慢慢慢开始 可以念点书了 然后就进大学以后 大一就认得大二了 虽然他比我小个两岁 多三岁不到 我的太太 可是我比他大嘛 可是我晚近 我晚了三年嘛 所以我就 从大一开始 我就决定要去德国读书 是因为台湾学法律的 大学教授 大法官 你像现在三分之一都是留德的 三分之一强 都是留德 所以我们台湾 早期是留日 我们的很多法律超日本 大家到日本去学 可是日本法律超德国 所以还干脆就到德国去学 而且去德国有好多好处 不要学费 完全免费的 那你只要活了下来就好 所以我们就 刚开始去 我们打了一年的 读了一年的书打工 只打了一次工 我们拿了奖学金 就开始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读完书就回来教书 是 人生还 看来过程还蛮传奇的 还好 更传奇应该是你的从政生涯 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纵轴 往前面拉 老师一生当中 浮选过四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 1994年 他曾经跟新党的朱高正 参与省长 副省长的选举 1994年 到了2012年 你也曾经支持蔡英文 辅选蔡英文总统 到了2014年 我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 那个时候是全台北市 那请这个绿营的啦 应该说非国民党阵营里头 包括了新党 包括清明党 全力支持柯文哲 那个时候姚老师 在2014年 是担任柯文哲 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而到了现在 到了现在 2024年 他是升为赖清德副总统的 主任委员 等于是说 你看一下 他一生的从政当中 他浮选过四个人 这里头的转变 姚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只有一个共同点 有的人发觉我好像 很多阵营都去过 可是只有一个共同点 叫被动 没有一次是我自己 都是人家找我 你刚刚讲最早的新党 赵少康在出来 要选举市长的那一次 我忘了哪一年了 反正199几个 他找我出来选议员 帮他助选市长 就一起 我拒绝了 可是隔一年 照王建轩找我 王建轩是我的教友 就是我的前辈了 我在教会里就听过他 讲道分享 他因为当时为了一个 房舍的一个主张 你看他那个主张 如果早就在当时就实现 根本没有现在房地产的问题 叫做实价登陆 造价课税 账价归功 这是孙中山老祖宗 一开始就讲 账价归功 你一个房子 你买了一千万 国家盖了个捷运 你变成一千五百万 跟你一丁点关系没有 国家花了五千亿 给你盖捷运 你凭什么赚那五百万呢 盖马路也好 盖桥也好 盖捷运也好 什么都是国家的事 你的房子不会凭空 就像德国一样 德国的房子 为什么不涨 他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的房子会旧 所有的东西都这样 旧东西会慢慢减价 他不会涨价 那台湾的房子 为什么说 国家投了一笔钱 涨一次 国家投了一笔钱 你涨 都是你涨 为什么要涨价归功呢 涨价归功 因为食衣住行育乐 我们从小都学 这是最基本的人民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 你看这几天天冷了 下雨了 我们不会在 像古时候在外面放粥 为什么 因为米价已经控制住了 如果米也是商品 像土地一样商品 农夫可以赚死 他就可以涨价呀 你就买米啊 买面啊 土地是不能当做商品 因为食衣住行育乐 是必需品 它不是商品 商品是供需原则 每个人都要住 所以现在国家要照顾那个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搞社会住在 那个住是每个人都要 我一定要让每个人都能住嘛 就像每个人都要教育 为什么要免费给人家教育呢 为什么吃呢 行 国家为什么要做那么多 马路公共建设让你行呢 所以这个是人民的必需品 它不是商品 商品可以拿来做生意赚钱 住宅你要先满足每个人 我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 还是什么样的人 他都需要住 无论如何 所以当时我就建议说 要有一个法律 你看最近平均地权条例才修 稍微好一点了 平均地权的概念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最简单的 账价归功 照价收买 按价缴税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台湾 居然有个价钱 叫做实价跟虚价 哪有一个国家允许虚价的 它多少钱就多少钱呢 怎么会虚价报税呢 公告地价跟实价 落差很大 那是虚的嘛 所以一个国家要实实在在的 替人民服务 就像父母照顾儿女一样 就政府对人民的责任 他每个角度都要看到 他需要什么 这些基本需要有了 他才能够有其他的发展嘛 对不对 如果他整天都在 都在这方面 他怎么去 去替 他去贡献他的心力 在别的地方呢 什么叫政治 政治就是 通常我们 我们所谓讲政治 就是参与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活得很好 可是我们心有余力 可以想到 还有很多人 有很多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 这是众人的事情 所以当时王建轩受这个委屈 他因为提这个主张 被 我也不晓得 我记得他是被 被fire掉了 提前结束 所以他就来找我 我就支持他 所以我参加了 所以我是被动 你刚刚讲那个蔡英文 是 我认得不认得他 可是我跟林全教授 是一个好朋友 林全是蔡英文的好朋友 他选书那一次 完了以后 马上就找林全 打电话给我说 我给你介绍个人 我们见见面 我们三个人就约在 约在一个地方 吃咖啡聊天 然后他就叫 帮他忙 然后参加他的基金会 叫小英俊 然后我就开始帮他忙 就这样 也是被动的 柯文哲 我也是被动 我也不认得这个人 那有个张景森 是 他是后来做政务委员了 他在小英基金会里面 过去是金建会主委 他跟我讲 你愿不愿意帮个忙啊 我说好啊 什么事 他说你帮一个人上个课 柯文哲 是 我给他上政府 什么叫地方政府 因为他根本不了解 他要选市长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的关系 上了四堂课 柯文哲就拜托我 你可不可以帮我选举 因为我当然也会谈到一些选举 我说好 凡是我说好 我都有原因 说不好我也有原因 我刚照了课 我有拒绝 王建勋 我说好 这一次也是一样啊 赖清德招 我也没有 主动说我今天是 我也不是民进党员 我也不是他 赖清德因为 他到高雄的家里来看我 然后跟我聊了很多一次 有一次 他也知道我现在要住在高雄 我不多时间在台北 可他说 后来有一次就问我 是不是还是要出来帮他忙 要浮出水面 我们的意思 这个样子 我也答应了 我如果再讲两个 我没答应 你会发觉到 这跟我什么 今天某甲某蚁 东跳西跳毫无关系 第一个叫韩国瑜 韩国瑜选高雄市长前约我 2018年之前 他是2018年几月选 然后我忘了 应该是半年前 他根本还没 应该就是快提名 他这个知道要选了 也是五六月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那个时间 也不是他后来出来 那个女儿联络过的 应该是另外一个女儿 不是韩兵 不是韩兵 我确定不是韩兵 因为他见面的时候 他有来吧 还是怎么样 我不想 反正也是约了一个饭店 也跟我谈选举等等等等 可是我没有帮他 我没有答应帮他 为什么 那当然原因不要 每个答应或不答应 有原因的嘛 那有一个 你可以 我可以跟你讲原因 有个叫做 那个川医生 紫衣服那个叫什么 庙天的师父叫什么 庙禅的师父叫庙天 对庙天 庙天找我 庙天要选举 庙天要选举 跨宗教领域 他不说你是基督徒吧 他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我是找我讲嘛 对不对 他找我 他要组织一个政党 他真的是做过正经 然后他要去选举 他叫民国党 后来 我忘记那个名字 那个都做了 反正我没参与了 你知道他把我约到 其他办公室 然后他要谈 offer我一大笔钱 那然后就 然后就跟我讲 他要组一个政党 他有什么想法等等 我就听 然后他带我参观 他楼上楼下 人蛮多的 他跟我讲 其他的政党 跟我这个不一样 其他的政党 那个叫同志 你讲话 他不见得听 我这个叫信众 我讲什么 他们听什么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尽管发施令就对了 发号令就对 什么都能干 这是我没答应的 对我要讲我答应 出来的都是 你们看起来都是我答应的 那对于没答应的 今天我透露两个 我就知道 就是我 我当然有一段时间 我其实学是法律 我在德国念的是法律 我教的也是法律 我刚开始对法学选举 并不熟悉 可是我自己愿意去 去搞 去读 去搞清楚一些事情 慢慢慢慢我就参与 越参与越多 越参与越多 所以就 就有些人会来找我 帮忙选举 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这个当然 我自己到现在 还有点心虚了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真能帮到什么 大忙 像这次选举 我是不是真能帮到什么 大忙 我可不敢 不敢多说 对不对 因为真正做事的不是我 是总盖室潘孟安 党秘书长 这个叫徐立民 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 周中泰 一大群人在帮忙 那我就是客亲 提供一些意见 大概就这样 你对选情没有把握 选情是有把握的 这你放心 我很早就把选情讲给你听过了 我一年前 我应该一年半以前 我不是跟你就说了吗 交兵必败 没有 我只讲那个局面 我不是交兵 一个胜负 那个结果不是 我讲的是什么 你不记得吗 我一年半就跟你说过了 你应该给我作证的 说什么 说一定有撒卡都 对 对不对 我这个没错吧 的确的确 而且两个人绝对不会合作 我是不是讲过 没错 对吧 你都可以给我作证 我这一年前 随便他们多努力 不可能合 这个选举要先了解那个局面 我每次讲的就叫做 大气候 小气候 不了解大气候小气候啊 你不会了解那个 那个天选之人 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影片 就是天选之人 就是那个竞选的影片 那是我最早讲的一个概念 选举是靠市 市叫局势 这个我父亲搞三国的 他这个历史 他出书 中华民国只有台式的时候 没有任何电视台 那个时候 他就在电视上面讲历史 对 插播一下 杨老师以前在台湾的 三家电视台的台湾电视公司 还混过 对啊 那个时候我父亲做制作人物 还做过剧物 所以我18岁 19岁 我上了个副中 我父亲就到我在那里 打打工啊 赚点零用钱 因为一个临时远元 50块 50块那时候好大 很够 他教我历史 诸葛亮跟刘备第一句话就讲 天下大势 他先要把大势讲清楚 才能告诉你刘备该怎么做 他大势 会分会分 喝酒必分分就不喝 讲这个 大气候叫势 所以我举的例叫冲浪 没有一个冲浪高手 可以在随便在一个海面上 就这样冲 他一定要等 等风 等浪 浪大了 他就冲出去 那个借的浪就很漂亮 所以选举就是要看这个市 大气候叫什么 大气候在台湾以外 比如说上次选举 小英选举 跟香港局势有直接的关联 国际局势会影响台湾 两岸关系 中美关会影响台湾 这是大局势 这要大气候 现在厄乌战争 现在哈马斯这件事 都对台湾会有些影响 大事 小的就是什么 小局势 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 会有几个人出来选 这差别很大 他会不会跟他合作 他会不会跟他合作 他会找谁 这个都要先有一个分析 这个分析完了 你才知道你的对手 一对一怎么选法 一对二一对三 这完全不一样 这小局面 叫小气候 所以这个都是 这就是分析 就是选举的时候 慢慢慢慢 你就会自然而然 都会想 我非常佩服 现在躺在医院 那个真的是 我每天为他祷告 躺在医院 谁 我非常佩服 非常常常聆听 他意见 叫施明德 施明德现在在医院了 年纪大一点都认得他 年纪轻的人都不认得他 年轻的人真的不认得施明德吗 施明德是叫做台湾的满贵了 都认得 他是真正的台湾民主运动推动的 两次坐牢 都是因为得罪国民党 杨老师看一下这个历史照片 这是你吧 这么快就出来了 当初洪山军他就为了倒扁嘛 那个时候民进党的陈水扁贪污 他太太了 主要是 他也不像话 他好照 倒扁 这个就是也是 我也是被动 他帮我 我就做他副总指会 这样 那 他 做了25年老 我为什么常常请教他 刚才我讲的事 跟起有一些选举的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是 长期的民主的追求者 跟威权的抗争者 他为了抗争威权 不顾生命 他判过死刑 我为什么掌格拉谈 因为他是我认得 最有远见的政治人物 退休了一当人 现在八日 他跟我同一天生日 那 他 我有时候好奇 他为什么这么有远见 我就赶紧问他 我诺瑞主席啊 这个他的 大家都叫他诺瑞 你为什么每次都看事情 看八年十年 往前看 这个你 你从哪里学 我也想学啊 对不对 我只看着一年两年 未来 你看我刚才讲两年 我只能看跟赖清德 先分析 你要面临选举一年半以后 你会面临什么局面 我最多就是一年一年半 他讲 你知道他给我什么答案 他说你只要坐过牢 坐二十年了 你每天坐到牢里 你能想明天的事吗 你能想明年的事 因为明年还在这里 你只能想十年 十五年以后 国家会怎么发展 世界局势变什么样子 然后我该怎么做 所以他习惯 十年十五年的想 慢慢慢慢慢慢 他就 就专门就往前面去想 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人 专门就做这样子的事 所谓专门的意思就是说 他习惯性的 他读史 他清净皇权 他都要往前去想 不是为他自己而已 而是为设计 所以我就 我为什么追随这位 也要一起坐牢吗 因为这个人很常常被 我这一点没佩服他 就是因为真的 我如果生在他那个年代 他没有大十几岁 大十年 生在他那个年代 我可能没有那个勇气 我必须老实讲 我没这个勇气 我去抗争蒋介石 我去拼命 然后我甘心乐意 坐牢坐十五年 再坐十五年 再坐十年 那个是要 那个是要上帝给的一个心智 跟一个力量 在你心里头才可以 就像我也很佩服 德国那位神学家 二十世纪大战爆发了 他明明人在美国 叫Bonghofer 我们台湾翻盘霍华 德文是叫Bonghofer 他明明可以不要回德国 他回去 参加一个抗 抗希特勒组织 叫Upville 抗暴 二十世纪大战前 大概几个月被逮捕 在希特勒被 不晓得被炸死 总而言之就结束了战争 前几十天被吊死 这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基督徒 他真正的 跟随了耶稣十字架的 这条道路可以说 完完全全没有顾自己 一心一意的只想的 社会大众的需要 他可以安身立命在美国 他又聪明又有能力 他爱怎么个人发展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就有这个勇气 我自己在这方面 我自己知道 很惭愧了 我没有 如果我身在那个时代 我可能 我自己想想 我可能有点怕 我可能不会有做这种事情 你一生从政 有做过什么后悔的事情吗 让你后悔的 其实也不能用后悔 就是觉得 可能 可能当时就 像柯P 我不能叫后悔 可是 所以我为什么在 在帮赖的时候 记者就问我 你以前帮柯P 现在帮赖 我的回应是说 我跟柯P是媒妁之言 因为人家介绍的 所以 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手 是这样的情侣 像这个 有些婚姻是媒妁之言 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 那可得赖 我是交往过一段 我认得这个人 正派 所以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我们俩已经相好一段了 这样讲 对啊 好几 好些年了嘛 我们已经相好一段 我已经认识这个人了 当时我真的不认得柯P 我只是因为他是个素人 他就是台湾医生 然后上课 然后接触 这个人反应很快 就表示这个人 学习能力还蛮强的 这都是优点 可是我没有认得他的本性 爱说谎 而且个性非常不好 他看不起有些人 可以举例吗 我真的不想举例 不想举例 你常常一直说他爱说谎 因为我说不出口 我举例来讲 他从泰比如大 他都晓得是 跟着他工作了半辈子 对 你知道他怎么讲谎 怎么讲蔡例如 这就是我一条忠心的狗 最忠心 我叫他咬谁 他就咬谁 当我听了这个话 我当然就觉得 人家这么忠心耿耿跟你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 这个性就不好了 这本质不对 他说下来说一大堆 要不是我 他一个护砖毕业的 怎么可能在医生面前 可以教什么 夜课模 他还可以讲课 要不是我 就说人跟人相处 就算是部署也不论怎么说 不是吧 所以你说他最近讲那个 那个我一听 别人都 最近不是有一个 媒体人访问他吗 叫 你说犯齐匪吗 犯齐匪 你叫我看 我还特地去看一下 那个女生就访问他 你不觉得他后面自己 吓了一大跳 他不认得柯P 对不对 对不对 他的评论就是 他吓了一条 他完全不想 不晓得柯P 居然是这样子的人 这个就是现在的 柯文哲 就是说非常多人 如果你不跟他交往认识 你不会了解他真正的人 因为他要有一个 他是很聪明 他是很能干 他很认真 可是 他对于弱势 你看他最近讲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有社会福利 是因为我们怕他将来 怎么 什么去杀人啊 是犯罪啊 这这这这话子 这社会福利搞了半年 是这个原因 你怎么会不瞧不起这群人呢 太多了 我要讲的话 我可以讲 12个小时 他的故事 哇 对不对 可是 我之所以就这样子说 主要原因只是要 说明白我为什么现在 完全不能跟他共事 因为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以后 那个我曾经在媒体上讲过 他居然这样子对付 我就跟他再也不往来 他打电话找我 我也不 不会理会 因为他做了市长 他偶尔还会打电话 给我问我一些问题 我就不再也不理会了 要是您自己是 算是外省的第二代 身为外省族群 而在台湾 您是在南部出身 我在台北生台北长 我读的是富小 我读的是富小 你在高雄 我就在关底生的 那你在 我就在那个士林关底 那你跟高雄也有很深的渊源 我是回来教书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刚出来没多久 那一个学校要同时聘两个教授不容易 我先到了中山大学 我太太随后就到了中山大学 那我们俩可以在一个 然后学校还有一个宿舍 在半山腰那边看海 这边是寿山 环境非常好 我养条大狗 那所以我就在中山大学 所以我那个时候跟高雄 我在高雄就待那么多 所以我在高雄治产 所以我就 是 你看您自己的背景 杨老师跟赵绍康 跟韩国瑜 其实你们有一些相同的背景 可是如果再看未来 或者是在国家的一个主权 两岸政策 某种程度是势不两立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正好共产党吧 我们那一代的人 从小教育就是反共 我想应该大家都想 就是反共核心 反共大陆先不要讲 那个只是一个口号 为了要鼓励大家反共 反共的原因很简单 暴政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多次在中国拜访 家庭教会 跟家庭教会的有一些牧者 信徒座谈 我也 因为我 我其实我 十几年来 二十多年了应该是 我自己家里 我自己带一个神学班 那是我除了法律以外 最专注的 就是基督徒教神学 我也在教会讲道 等等 所以我也在中国 我就去会拜访教会 都是地方教会 我不去三次教会的 三次教会 就是你们到中国 城市里面 你们看得到聚会的地方 家庭教会都是看不到的 他们都在 家庭教会 不太听政府的 可是它会被收捕 它牧师会被破坏 破坏 那 所以我 我主要的 我到现在 这个核心概念 我没变过 所以我早期 可以跟蓝军在一起 也是基于这一点 就是说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就不管是中国不中国 那是一个残暴的政权 那个残暴的故事 从小到大学一大堆 虽然我后来知道 国民党给我们的宣传 有一些是假的了 可是 共产党的确是残暴 我后来亲身经历 也发觉到是如此 到现在 对于宗教自由的迫害 对于 你看 你看看最近这半年好了 好吧 你看习近平怎么对付他自己的亲信 外交部长 都做到外交部长的亲信 那个人是他的亲信 秦刚 还有什么国防部 还有他的随护 那个中央警卫局的有一批人 还有一批人 死无下落 这种国家你能够去 居然还能够谈统一 这不是太可笑 好 就算不谈统一 你也不能信任他呀 我老天 他是一个靠统战 谎话起来的政权 他在全世界都现在都是如此 他没有真话嘛 你有听过他讲过真话吗 哪个人给我举个例子 那这样的政权 你居然还可以跟他谈判 然后还有九二共识 你相信跟他签和平协议 凡是这样子主张 我真的不能接受 我当然 我甚至于跟赖讲过 这是我给他建议 我希望他将来也能做 欢迎台湾的各政党 合作来谈 真正符合台湾利益的 有共通的两岸政策 台湾不团结 对付中国会很困难的 台湾一定要团结 做总统的有个责任 要团结 两千三百万人 大家都可以争 可是 台湾在外交国防上 一定要有一定的共识 比如说 现在的共识 叫做 中华民国吧 在台湾 在台湾吧 这个这一点至少 各政党应该都差不多 是这个样子了 那就好 在有的共识上 慢慢来寻求更多的 来结合各政党 这一点我希望赖英德将来 能真正地继续做 然后呢 友善地对待 中国人跟台湾人 台湾人的交往 这个没关系 只要不含目的就交往嘛 旅游 探亲 结婚 都可以 不必恶意对待 所以你看他是最早提出来 他是最早提出来的人之一吧 现在 虽然对其他国民党 他们的立场不一样 就是大陆人读书 就给他健保 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能给所有的 中国人这个 因为他们可以来 那么大一批人 我们就惨了嘛 可是他们来读书 读书会生病嘛 当然应该给他健保 这是一个人权 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说 两岸的东西迟早 可能会面对一个 很严峻的 双方的 可是台湾一定要了解到 你面对的是谁 老有人讲说 好像他当选就不会有战争 他当选就有和平 这个真的 我只能讲真的是天方夜谈 太幼稚了 流氓要不要欺负一个女生 跟这个女生穿什么 衣服没关的 是那个流氓 当他觉得你没有防备 他就来了 当他觉得 我给你打一巴掌 你就投降了 他就来了 可是当他知道 你会誓死抵抗 而且你还有很有力的一个警察朋友 当然 美国不应该叫警察朋友 你有个很好的朋友 包括我们日本呢 现在你看看 这都都 想办法让国际上 来帮助我们 就是我们的邻居帮助这个人 流氓就不容易来欺负你 所以重点一点不是你的善意 重点在他的恶意 因为他的国策 是要解决台湾 那对不起 那你先解决你自己的民主法治 如果你变成民主法治国家 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让中国老百姓再决定 要不要跟我们这个民主法治国家 合在一块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那就大家来决定 所以我们对于民进党 有一个条文叫做什么 就2300万人的前途 有2300万人决定 就这么这个基本原则 就我们大家一起决定 我一点都不反对 如果真的台湾人决定要跟 中国合在一块 那我也必须要接受这个民主建议 是 两岸政策在这场选举 非常非常的关键 很重要 攸关到台湾的主权 尤其在这场选举当中 国际建筑高度重视 究竟的民意 会怎么去呈现 如果有后人打出的是一个 合中或亲中的一个政策 那接下来要思考的是 在这两岸关系底下 接下来的国防战略 会怎么去走 那如果在合中亲中之下 会不会回到2008 当时马英九前总统 主政以下的 那个两岸关系 其实我们现场 姚老师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场有一位神秘嘉宾 你有发现吗 还没有 没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 OK那你慢慢找 我们先 你还没有发现 没注意到 没关系 OK那这位神秘嘉宾 你就稍微躲藏 我眼镜要另外配了 我家开眼镜 你可以帮你服务一下 我们开放一点点 给现场的朋友好不好 我相信 姚老师可以开放提问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好来 聊天 有想要 聊天好来 有想要向老师发问的吗 在前面这位 OK来来来 来这位大哥先来 这个 蛮辣的 蛮辣的 很火辣的 就问吧 就问吧 我看是这样子 我看我们的节目是 真实的对话 你觉得 在去年的11月26号 民进党大败 输个疼口 输到已经成惨了 原因你的看法 我有四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先问 好我们先丢一个问题 你只能用一个问题先问 因为我相信你二三四是没有的 你如果要问这个 那我就答了 执政没执政好 还有比这个原因更简单的吗 OK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简单一点 第二个问题 你对台湾的司法的看法 因为你是法律人 一塌糊涂 OK 你 good 你是一个很诚实的 最重要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吗 感谢主张美主 阿们 就只有一个字 就是 我们的司法人员的培养 谁做司法官 谁做简大哥 对不起啊 这些司法 这些我们同号们 没有 不够 不够当法官 当检察官的地步 我这样讲有点 他们觉得会有点过分了 四年读大学 读的是法条 韩社 什么叫韩社 就是把法条放到事实上去应用 学的是民法 刑法 是出动法 然后他考上司法官 就可以考司法官了 就可以考律师了 然后实习一段时间 再训练一段时间 然后就坐在上面判人生 判人死 他有什么社会历练跟经验吗 社会的事情是百百百样种 比如说现在有AI 现在有网络 请问那位法官 他了解这个AI 了解法务 这个网络的专业吗 然后当然两个诉讼 所以我听过曹星成跟我讲 他第一次有案件以后 他送到法院去 因为有社会财产 送到法院去 是美国跟他的诉讼 他送到法院去 结果 开完一两年吓到了 我另外移转 本来 本来我跟外国人打官司 放了 法院放了台湾 当然对我有利 我方便 人家要一直出庭到这一来 他自愿说 我们到美国打官司 因为他只要听到 法官开始问问题 他就发觉 他完全不懂这个行业 状况外 那将来能够怎么判决 所以以前有个司法院 讲个笑话 你们听过没有 一个性侵害案件 然后他就问 他叫他干嘛 他强迫我吹喇叭 喇叭带来了没有 这样子的社会历练 我可以讲一箩筐吧 所以当然 他们因为很用功 很聪明 可能很会考试 考上了律师司法官 可是律师司法官是需要 第一 有一个专业 然后他在那个专业里面 他做法律的判断 他不管是属于 这一个领域的专业 那个领域专业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说 先念法律的人是 先大学毕业 各个专业毕业 再去念法律 就是因为先有个专业 其实 这个台湾的司法的烂 其实还有一个 很主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 我认为了 就是他 国民党的遗毒下来 为什么国民党 因为当初的 这个国民党的特务 跟他的军法官的养成 对 新法院系统 全部可以转到司法来 对啊 那这司法都烂掉了嘛 那个遗毒 到现在还是在的嘛 现在有司法改革的运动 可是大家司法改革呢 就这里添一点 那是谁在改呢 就司法官自己该改 全部是司法人员 律师 法律人员在改法律 可是问题就出在法律人员 那刘老师 明显执政八年来 不这点的确了 你要如果问我蔡英文 蔡英文做的很棒的地方 很多 我就不要谈股市 今天我们有多厉害了 我们不要谈我们外贸 有多进步了 我也不要讲我们国防 有多大的前进 在这一二三十五里去 可是有些事情 他并没有做好啊 这点不能讳言嘛 对不对 那还要继续做啊 司法不就是这一块吗 他也有司法改革会议 可是我从外人看 可惜了 改了一个叫做国民参与 那一点点 国民法官 假设有一大 有一个房子 房子屋顶都掀掉了 他上面遮了个遮雨棚 一点点 那个不是 那个还有很多要做的 是说他们不是没有做 没有完成 还可以努力了 所以赖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也会建议他继续做 有些事情要一直改嘛 也没说说前面做了 我就不能做了 或者我也不能讲了 不是讲 他又不是 没有人一百分嘛 政府只要他有这个心 或者看到问题 最怕他看不到问题 看到问题 他就可以面对 尝试去进一步的调整嘛 所以谁可以成为蔡英文2.0或3.0 来 要提问的请举手让我看到好吗 在现场的嘉宾 OK 来 来 请 刘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就最近沸沸扬扬的垃圾一所 那我们都知道点十能成绩 那到底到底垃圾如何变黄金呢 谢谢 这什么 我不懂他的问题 垃圾一说是不是你说我说过 说来你都是垃圾 是是是 那这点你就 我这点你正好问我也好解释 我从来不为我外面乱讲的一些话解释 我一生不做解释的 因为我真的不在意 任何人认得我还是误会 我完全真的不在意 可是这句话真的不是我说的 是谁说的呢 是柯文哲说的 我是引述当时当天记者问我 我忘了他是问我说什么 要不要加入民进党还是要不要 我忘了 应该是问要不要加入民进党 这种认识 我就用他的话 他都讲过蓝绿一样烂 都是垃圾 他怎么会加进去呢 垃圾不分蓝绿 对对垃圾不分蓝绿 这类似这样子的话 然后他怎么会加进去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再用他的话来回 我什么时候讲过蓝绿都一样烂 或者是蓝绿都是垃圾 我没讲过 既然你问我就回应一下 你如果回去去找那个 original的问题 再看我的回答应该就清楚了 是刚还有年轻朋友对不对 来OK来 应该叫学长好 因为我也是十大服装毕业 你几班 1438 对啊 1000多 1400多 你看 我连你的那个摆数字都没有 我226 所以 我搭公车有遇过100班的 明天都是70岁了 明天还聚个会了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因为在选战 已经倒数剩下20几天了 对 那 Trior不能谈民调 所以我想问 因为民调是姚老师的 快要不行 对 我说快要不行了 所以 想和老师讨论一下民调的问题 因为近期的几份民调 大家都认为说 就是 因为我也是政治工作者 那赖清德主席希望 他的希望是可以达到 例如说他可以得到过半的选票 国会可以过半 但是看到目前现行的民调 你会认为说 赖清德副总统的 跟肖美琴这一组的民调 他已经达到一个 天花板了吗 因为他的目标是40%以上 但是 就是大概只达到几次 然后就往下掉 那目前跟侯康佩的差距 大概就是6%左右嘛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近期有跟一些 立场比较不一样的朋友 有交换过意见 那他们都认为说 他们有称赞民进党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直认为说 民进党在一些地方就是 一直不断地在撒钱 他们对赖清德的国家希望工程的解释是 不断地在用金钱去收买民众这样子 那想请问最后的20几天 就是竞选总部这边要怎么样去定调 然后怎么样去把选票给冲出来 再加上国会一定要给我帮忙 因为我也不想看到韩国会当立法院长 谢谢 我先回答后面那个撒钱问题好不好 父母亲培养儿女 就像政府施政 放在不管是外交经济 还是放在社会福利 他只有一个问题 他不能把钱搁在那个地方 然后让小孩子连学也不要上了 反正就自由发自贿 不是的 他要花钱 所以政府好的政府 好的父母 重点是他怎么花 才是关键 不在于花 因为他只有这么多 他赚多少 只有这么多 他不会花多 他也不会花少 重点你们要判断一个好政府 就是他怎么花 就看一个父母怎么花这笔钱 把你家里理得好好的 不投资 不投资在经济建设上 早期投资台积电才有今天这个 早期投资在高铁上 高铁大分是民间 刚开始 后来国家 不投资在光电上面 我们永远就不会有 转型的能源 那更不要讲 前瞻全是 几乎是交通建设 太多了 所以 国防 你像一艘船 要从研究到自己盖 所以那个 关键不再花钱 如果你把每一个政策都当做 撒钱 那就完全失去了 忘记 那个父母亲 为什么要撒这笔钱 来给你教育 给你投资这笔钱 去学钢琴 也好干嘛 你忘记他的本意了 所以举例来讲 他们说最大傻逼的 说我们现在大学生 私立学校的学费 减半 我的建议 是根本要跟公立学 拉平的 我为什么这样建议 很早我就这样说了 因为这是一个平等问题 我一直喜欢用父母亲对子 你来形容政府对人民 你有两个小孩 一个笨笨的 一个聪明 自己会读书 一个就是又调皮又捣蛋 我跟我哥小时候 就是这样子 你觉得妈妈 你觉得做妈妈 你是调皮捣蛋 你要强调 你觉得你做妈妈的 你会花多少精力时间 在那个调皮捣蛋 没有办法自己读书 另外那个他坐下来 安安静静就读书上学 完全不 你会花多少的经费 资历 精力在他身上 说不定那个调皮捣蛋 还更多呢 那好了 所以就很多人说了 谁叫你不考上台大 你花钱 你考上文化 你本来就该花大钱 你自己不行 不不不不不 国家对于人民 不是这个态度 国家对于人民 资值低 跟资值高 我要同样的国家 都是用爱 父母用爱 所以他们两个会 他花更多的钱 在那个资值差的 因为他希望将来 他能够自力更生 他要把他培养 有那个能力 所以为什么要有 大量的社会福利政策 去辅助弱者 为什么要大量的 所以为什么要把 私立学校的学费降低 为什么他跟公立学校不一样 你成绩好 国家就要投100亿到台大 你就给20亿给文化 行吗 为什么也不投100亿给文化 他学费就少一点了 这个国家投钱下去 是要看他的正当性 看他的前瞻性 德国人为什么给我免费读书啊 他当时的规定是 每个学校 百分之三要让外国人来念书 百分之三 因为他们是先进国家 他们要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 他们帮忙培养 然后他们希望我们回来 当然他一培养的时候 他们当我们就 承接了他们的价值观 承接了他们很多许与多多的 那些思想 当然我们对 可能回来以后 对于这个地方也有点帮助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 那他如果是德国人缴税 德国人缴税很贵啊 那如果德国人听到说 我缴这么多税 你免费让外国人来读书 他跟我啥关系啊 那他们当然不服气了 这个就是一个花钱的正当性概念 他后面有个思想 所以每一个花钱 你要问的 不是不能检验啊 这笔钱该不该花 不是说哦 大傻逼 一句话 就抹灭了所有该花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太常被 就是他们太常被财政纪律 这四个字绑架 对 那当然这是来自于他们的教终 可是我也回你 我也回一句 最后一句话 在花很多钱的地方 你知道我最痛恨什么 花钱很多的地方 就有那个猫猫狗狗老鼠 在那个地方 去啃那块肉 每一段政治都是如此 中央地方 不管你花 你有一笔钱花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点 坏分子 然后在边上啃啃一些东西 永远会看到 这个是政府要设法 在制度上 在这个行政系统上 越来越 越更新就好 这个是要一代一代 慢慢改正的 利益再怎么良好 这个监督在执行的过程里头 这个监督一定要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好像还有其他的人 有要跟老师 来请 是 就是你了 杨老师你好 要请问就是 您曾经待过不同颜色的政治阵营 那不晓得杨老师会 现在怎么界定自己属于哪一个政治光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不是我选择不同颜色 是 是不同颜色的 选择我 那我就选择 某甲某乙我愿意 是 我不在乎颜色 所以我没有颜色 你问我界定 我没有 我如果有我就不会 我没有选择 所以当某甲来找我 我愿意帮 我就帮了 所以王建轩我 我参与了 可是我在里面两年半 王建轩后来 这可以问王建轩 不要还记不记得 他当初拼命挽留我 可是我跟他说 如果你要降听赵少康的 因为他当时赵王劝他 在马英九选举的时候 叫他去选市长 一丁点意义都没有 对心脏发展也好 对他来讲也好 他不听啊 他要听他的 那我说我没有办法配合了 我走人 所以我离开政党 所以我有我的支持 因为他我参加这个政党 我有离开的原因 我有我的选择 可是我不看 他是甲乙丙丁 蓝绿黑白 都不重要 可是如果觉得可以参与 可以帮忙我就参与 他是什么颜色 我根本无所谓 其实在现场很多的嘉宾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姚老师在从政的过程里头 从新党 在现场当中 特别 这位特别嘉宾 神秘嘉宾呢 跟姚老师在刚开始 打拼的过程里头 其实也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他也是黄埔时期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 介绍他之前呢 我们刚刚提到 在台湾现在的 氛围跟脉络里头 如果我们未来 要往前走 那这个往前走的这条路 这个命运 是由台湾 两千三百五十万的 所有的官人朋友 所进行的决定 你们在投票的过程里头 投了不只是一个人 一个政党 投的是我们的子孙的未来 杨老师人在台湾的政坛当中 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同时 其实是勾勒一个 台湾的一个未来 他从1996年 你是第一次那时候 担任立法委员 1996年 没错嘛 1996年 年代我忘了 应该是那个时候 1996年 然后在2014年 他参与了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选举 他后来成为 小英基金会的董事 到现在 包括了他复选过蔡英文之外 现在在赖清德的阵营里头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路走来 打破了蓝绿的樊梨 省级的樊梨 他是怎么做到的 那包括了 怎么可以在这个 过去没有共同的未来同时 他希望勾勒一个 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未来性 现场 老师你要不要站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这位神秘嘉宾 有 我刚刚看到了 看到了 来我们掌声欢迎 宋艾克先生 宋大哥 大家好 这个 从小读书啊 就很怕老师的眼神 他要当神秘来宾 我坐在那边 就坐在你后面 一直闪 是是是 不好意思啊 打搅你啊 也没给你告知 真好 真好啊 真好 来来来宋大哥 你坐从前吧 我坐在那边 你这样往左右弹啊 不会不会 这样子我弹 哎呀 你要宋大哥 现场可能有人对你比较陌生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你过去做什么 演戏的吗 唱歌的吗 呃 其实那时候参加新党 曾招 利明兄啊 是跟朱高正搭配竞选 正副 这个省长 那小弟呢 这个杨太顺 被征召在台北县 参选台湾省省议员 那么陈蒙很多的支持者 我们就当选了 那做了一个末代省议员 好不容易从政四年就结束 那么后来呢 新党自己把自己给毁掉了 那我们呢 其实始终如一 看待所有政党都一样 所以我们很多好朋友 在每个市场都有 非常好的 有情有义的 有为有守的 但是我经常也有讲 政治人物 最可怕的人 都在自己党里面 最危险 是哦 所以你们从过去的反共 现在是亲共 现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 新党已经变迟了 是不是 以前是捍卫中华民国 我跟你讲 我讲到这 我都一阵惊悚 一个政党 你说怎么可能理念上 会这样子改变 你知道 当初他捍卫中华民国 讲到这里 我稍微随便聊了 因为今天 这个 今天姚老师是来宾 那跟姚老师在一起 其实我们本来都不认识 就我们在竞选期间 1993年 94年 那时候 各位要了解 新党分裂出来的时候 引起了很严重的 统独跟审级的冲突跟矛盾 跟摩擦 都有仇恨的 家里面都有仇恨的 所以那时候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哇 都碰到很多暴力 就有一天 下午 我在板桥 被大概几十个暴徒 拿那个钢筋 竹棍 石头 就围攻我的坐车 我在开车 全部毁掉 只我人还没有被伤到 警察就来了 我以为我第二天上头版 这样的话广告效果很大 广告就当选了 结果第二天报纸一来 哇 丽明兄在新庄 助讲完 要搭建车的时候 也被歹徒趁机袭击 满脸是血 是哦 你要是还记得那一段吗 记得 对吧 房龄 我太太看到新闻特报 哇 吓坏了 赶上 还好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飞到台北来 我到台大 台大半夜 还给我转病房 所以很严重 因为我怕危险 多严重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双方的仇恨啊 大到 你要晓得我这个口音 因为我不晓得 其实我讲话 从小就这个样子 就是北京了 可是我到现在 我母亲是北京长大 我以为我外公是北大的教授 他在北京长大的 所以我讲话一直跟我妈 我到现在哦 我记得十几十年前了吧 我还我我到现在做检查 还会被认为是路客 然后你知道吧 我有一次在西子湾 我在西子湾 跟我的同事 我在西子湾 跟我那个中央大学 老同事在那聊天 聊聊聊聊 忽然在我有人拍我肩膀 不要聊天了 上车了 上车了 路客 你看我这个口音 我不晓得我肯营 到底出在哪里出问题了 可是这就是我讲话嘛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这个讲话就会背 因为那个时候 赵少康有一批人 在那里煽动 那个煽动省籍 煽动省籍 那个省籍就对于 所以我这种口音的人呢 就非常痛恨吧 我也没有干什么事 我就上台讲完 讲完我就 机程车 这个后门一拉开来 一个东西套着脖子 把我头就这样拉出去 我脚还在车上 就这样全大脚踢 天零狂浪搞得全身就是 那还好是一个人这样子 喊着喊着就这样散掉了 然后就把我接车 就把我送到医院来 你想想这种事情都经过 你也想象得到 你说参与公共事务 我为什么一开始 讲生命德那一段 人家是那个才叫 冒生命危险 我们这个算什么呢 这是社会的不安而已 我并没有冒生命的危险 我说了我自己并不是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他今天不讲 我根本把这一段快忘记了 这就是政治人物的责任 你不能抛仇恨的言语 要把对手讲成那种 非打死不可的那种 那种凝聚力 民主不是这个样的 不像风味已经改变很多了 改变很多了 当然改变很多了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用 极端的言语在公共事务上 千万不要用 你要想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连那个办公室 挂了个小黄旗 你记不记得 也有人挂个小 然后那个计程车也会 打成一堆啊 没错 嗯 那个那个那段过去了 可是 可是 这个新党从那个时候 那就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政党 一直到现在 可是 明明是被误会的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一群人的组合 本来是 要保卫中华民国 保卫中华民国是因为中共 中共一直说 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嘛 已经灭亡 到现在还在讲 已经灭亡了 蛮久就不承认这句话 说中国没讲这句话 中国已经讲了好久这句话 所以不是赵少康先说的 赵 蛮久是后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说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对啊 是中国先说的 对啊 所以当然嘛 讲到这个 我们坦白讲 利明兄 我会经常利明兄 就是他不但有理念 而且有概念 有一次我在北京 我在大住十年 就会了解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中国 我了解这个中国 到底是我们小学 那个一进校门 做一个堂堂正中国人 最活泼的好学生 我想看看中国人 到底是不是堂堂正正 住了十年 很不容易 在这个最有智慧的黄金年 五十岁到六十岁 我在北京的时候 有一次啊 利明兄 你不知道会不会记得 他打电话说 艾克 我们来干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 可以横轰烈烈烈 但是要冒点风险 我说 你有什么点子 他这样子 艾克 你去准备一幅 大幅的国企 中华民国国企 我飞到北京来 我们到天安门 把他拉起来 承认中华民国 存在 是事实 你还记这一档事 那一次 你知道吗 那一次 为什么后来停下来 对 他就笑了那一次 那一次 你们回去查一下 我忘了哪一年 是孤政府去北京 开会的那一年 孤王会谈那一年 是吗 我不晓得 是孤王两会那一堂 我不晓得 那次是不是在北京 孤王了 可是他去那个 人民大会堂 是啦 我为什么要到天安门 因为天安门在 人民大会堂边上 我要去抗议 是 中国到底 你要谈判 其实你如果去的之后 你会习得的 失明的 看十年 二十年的功力 你一抓进去 一关 可能就关二十年 从此回不来了 马上就有失明的功力 可以放眼 未来二十年台湾的演变 因为我知道 我没有办法 从台湾带国去 有的时候会查嘛 我就通知了 中国这个在大陆上 有几个老朋友 帮我有 准备国旗的准备国旗 准备标语的准备标语 我准备就带 就这样来了 他叫我琢磨 琢磨一下 因为他如果 我是乌北京的 对啊 而且他万一出事 他要自己想好啊 对啊 因为我做头啊 这个因为当然 当然 那你没有随时被抓的 我当然有最抓的 很清楚 可是被抓 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他也不敢把我们关 你知道吗 你这么有把握 我有把握 他是这样跟我说 我对共产党 其实是蛮了解的 因为我后来想起来 有点后怕 那你有什么 不见得是 你应该早一点 教一下李 早一点教一下李 你让我先讲一段 为什么后来没去 你们会去查 刚刚好放飞机前来个台风 我从高雄飞的 他来了个台风 台湾还没有那样的台风 往高雄走 上来了 飞机停了飞 好吧 改下一班 还来得及 是 台风降 呜呜呜就转走了 他就要回头再来一次 从来台湾 你只要查资料 就有这么一只台风 就在那个时候 又来一次 我还是没去尘 人家那个郭德福走掉了 那我还去抗议什么呢 哇 是是是 有这么大能耐 所以后来教会 可以操控台风 教会就为我祷告 感谢主 没让我上学 所以我不知道了 真正的原因 可是那次 我心里我知道 应该我要去 我一定是我 我倒霉嘛 他们这些水从 一定会被训斥赶出来 那一定是这样的事情 那我这个 我因为我什么都有准备了 那我这个要讲的 不是国籍而已 抓了可能现在是 习近平的重要的智囊 叫做姚立民 对不对 我简单讲一下 我不知道他布了多少线 找哪些帮忙 但至少我很努力的 去琢磨这个事 如果当初有我们现在手机 我跟你讲 我找你们几个 都站好位置 一拉 赶快拍 拍完就传 这个就你干得出来 对不对 说不定我们还逃 人家还装不到 那个时候没有 那时候没有 没有智慧手机 没有怎么办呢 好 你要叫什么 这个民事啊 华事啊 台事 你要把记者找来 摆在那边给你照 我跟你讲 你只要电话 打给任何一个记者 说明天到天安门 几点几点 我跟你讲 我保证完蛋 根本没办法出现 搞不好就被抓了 现在来得及啊 现在不要坐一下 现在手机这么方便了 现在天安门已经完全 没有办法做这种 想办法一年能耐 还是属于人来人往的环境 太危险 根本不可能成 现在不可能成 那个时候我可以靠近 人民大会堂 现在不可能 我那时候想了很多细节了 那个有路线 有那个我下飞机该怎么做 然后怎么跟人家会合 他们该怎么做 我都有想 我那个时候 如果有现在这种手机直播 哇 那个联系就方便了 是 这些事情说不定都成了 的确 可是这样讲吧 上帝没让我去 他如果不提 我真的忘了这档事了 我因为做了非常多 疯狂的想法了 我有时候问我老婆 四次变劣势了 轰轰烈烈了 那他不至于 不至于 要是还年轻 我觉得这个计划 可以继续筹备下去 你们觉得 松浩哥可以吗 继续筹备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 利明兄 我们真的是有理念 来从政 而且他最后 还有这样的想法 我愿意配合 也是他因为知道 我们都是小汉子 有这个guts 但可惜啊 这个操作性 中华民国在台湾 已经变成这么好的 一个地方 全世界的华人 不管你在哪里 应该中华民国 这个地方 台湾应该是 最被羡慕的吧 对不对 应该是最被羡慕 而且前一阵子 从古文 文言文 文言文 对不对 台湾才是真正保留 中华文化最多的地方吧 是吗 所以 这个 我们在 我觉得中国人民 就像早期新党讲的话 我们在 中国人民才有 那一个自由民主的机会 从他们 从国民党的老祖先 孙中山 就在讲自由民主 怎么现在中国 不适合自由民主了 为什么不让他们 有自由民主呢 想一想吧 如果中国自由民主 这个当我后脑袋 还有个宗教想法 什么宗教想法你知道吗 因为圣经上 有个核心观念 就是上帝的讯息 就是福音 从耶路撒冷 到撒玛利亚 传到地极 这是这个经文 会从耶路撒冷 他原来的 撒玛利亚传到地极 撒玛利亚是在北边 往外传 结果基督教你知道怎么传 果然是如此 这是耶稣死前讲的话 从耶路撒冷 往土耳其 就是往西约一直 往希腊 然后进入到罗马 进入到西欧 进入到西班牙 过了一千年 一千多年 进入到美洲 进入到非洲 继续往西 进入到日本 进入到台湾 进入到现在的中国 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 已经有九千多万基督徒 虽然在十四亿人不多 进到中国 再往下走 因为圣经说 要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为什么要进到中国去 我后脑袋还有这么一个 中国将来是传福音 最重要的一个基地 因为再往下走 我的老天 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那才真正的那个 铜墙铁壁 所以中国才有那个 才有那个底气 成为一个民主自由以后 才有那个 他有宗教自由以后 才能够往下走 那个福音才会走下去 所以我刚刚说 我到中国去 我也跟教会有互动 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蛮好的 那你先把这个选战打完 让戴信 打完选战之后 我现在不要说进去了 我到香港大概都不行 对 没错 很难 送中 送中 我刚刚问 一定就送中了 一定送中 立刻吧 立刻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 连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 前往香港跟澳门 我觉得 大概都很难 也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 我刚刚问杨老师 就是说 不管是宋爱克宋大哥 或者是杨老师 包括像是王建轩啦 王建轩年长啦 像赵少看 你们其实背景都很没同 外省族群 一讲话 我一听起来 应该是台湾话不太会讲 都是基督徒 对都是基督徒 王建轩他都是基督徒 可是现在感觉在路线 在思考 在意识形态 事不两立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到他们 难道你们彼此之间 对共产党的认知 有差距很大吗 其实族群 在整个台湾 那么这么多年来 也是有很多的不同 包括我们外省族群 我爸爸那一辈 跟我的女儿 再包括我的孙子 我们算一个嫡系家庭 大家生活的 所有的背景 对于世界观啊 台湾的意识啊 中国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所以 像 我可以这么简单讲 因为时间关系 我大概 因为自己在外省族群里面 我大概了解 如果长辈是生在 出生在大陆 他对故土是有感情 对啊 这难免 这难免 就像李登辉说 王建轩也是这样 二十岁以前 我是日本人 对吧 小秀记忆还在中国呢 所以他用情感的概念 有时候也掩盖过 他理性 对中共政权的 这种理解 所以新国先生不讲吗 中国非中共 中共非中国 我们对中国 你可以有感情 但你中共 你还是被中共赶出来的 家破人亡 理想背景出来的 难道这种过头家恨 你觉得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所以在这方面 那我们 没办法接受 那我们出生在台湾 那当然台湾是我们的 故乡嘛 所以这就是很明显 即使是外星族群 也不一样 那您 您今天应该 还有所准备吧 如果您要主打一首歌 人生要选 一首自己 自己的一首歌 你会选哪一首歌 我1986年 1985年底 1986年 我从德国读书回来 那时候飞机上有那个音乐 一直听一直听 也没有什么手机 一直听 我就听到一首歌 叫 《我是一只小小鸟》 超传的 那个时候就 那后面那段歌词 就是歌词我都很喜欢 后面那段歌词 我到现在还记得 歌才记得 我唱给你听 你等一下 他要唱之前 好 来 我觉得他 来 我很少看到老师 扭腰摆臀 你们看 你们有没有看到2014年 他唱的这首歌叫做 《向前行》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向前行》的这一段 扭腰摆臀的画面 2014年 还60岁还能扭呢 你还蛮活活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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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都不好意思 不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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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台语不行 所以要一个字一个字 去学那个发音 唱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 来来来 来 我们收下你的iPad 没有 没关系 我就拿着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这样唱了 对 来来来 老师 你不至于要扭腰摆臀 但是那个肺活量 好 来 我麦克风给姚老师一下 我 我只唱后面那一段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歌词我想想啊 我还挡住他们了 来我来推到后面来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 你们好不好 世界是如此的小 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好 当我尝尽人情能暖 当我决定为了理想燃烧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 哪一个中央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够 好 我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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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我 我是可以了吧 哈哈 安可 安可 我们 嗓子今天 哇 嗓子今天不行吧 对吧 很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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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还唱上去了 我们来掌声 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真的 我觉得 今天在这个地方 化解蓝绿的高墙 杨老师办到了 理解 倾听 透过理解当中 慢慢去接纳它 这台湾未来要走的方向 谢谢杨老师 谢谢宋大哥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杨老师我们来 两秒钟拍个大合照 辛苦辛苦 大合照 来杨老师我们下来 跟宋大哥下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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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